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漫才美国史 我们接着来讲美国的牛仔 对于赶牛队的牛仔们来说 等到牛群赶出了他们所熟悉的牧区 那么赶牛队就开始了漫长的为日行程 这个时候牛仔们的辛苦虽然略有缓解 但每天仍然是睡眠不足 牛队经过最初几天的长距离跋涉之后 就进入到正常的行进阶段 每天的行程减少到了10英里 12英里或者是13英里 每只赶牛队每天行进的距离 要根据牛队的组成情况 以及天气状况 还有路况等因素而定 如果全部的牛都是被阉割过的 那么这样的牛队行进速度就比较快 由小牛组成的牛队 每天行走不能超过12英里 那么由母牛公牛和小牛组成的混合牛队 行进的速度能够稍快一些 但是呢 也比较难管控 如果遇到恶劣的天气和南行的路段 牛的情绪不好 就很难达到每天预计的行程 无论每天的行程有多远 牛仔们都是十分劳累 紧张和疲倦 每天凌晨3点8到4点 厨师就得起身准备早饭 看马人随后去为牛仔们准备好 上午骑乘的马匹 最后一班守护牛群的牛仔 开始荒班上岗 厨师在准备早饭的过程中 叫牛仔们起床 牛仔们起来之后 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整理卧具 装上工具车 店后的牛仔 却负责看护牛群吃草 其他牛仔开始吃早饭 等到牛仔们轮流吃完早饭 厨师们整理餐具 天更复晓 到头就会命令牛队启程上路 直到上午11点左右 牛队抵达到头所选定的午休地 这个时候牛仔们 才能分批轮流吃午饭 等到牛吃草量到三个小时之后 看马人为牛仔们 准备好下午骑用的马 牛队再继续前行 牛队会在黄昏的时分 抵达到头选择的临时的宿用地 然后厨师燃起篝火 做好晚饭 牛仔们轮流吃晚饭 看马人呢 要把牛仔们下午骑上的马 迁去饮水吃草 到了晚上九点 牛仔们开始把牛赶到夜宿地 有经验的到头 会为牛选择平躺开阔的宿用地 这样呢 牛躺在地上的时候 相互之间有比较大的距离 不会因为个别牛相互之间的小碰撞 而引起整个牛群的炸群 在没有意外情况的时候 牛仔会分成两人一组 轮流在牛群外 骑马绕行 它们边骑行 会边对牛群唱歌 为的是安抚牛 尽快的入睡 每组牛仔值班两个小时 一次上岗 直到第二天的凌晨 值班的牛仔必须高度的警觉 既要防止狼腾猛兽 对牛群的侵扰袭击 又要警惕盗贼的偷窃 还要防止牛群炸群惊逃 牛仔们每天工作时间将长达18个小时 如果一切安稳 牛仔能够睡上三个多小时 如果发生炸群逃散的事件 牛仔们连一个小时都不可能睡 然而呢 夜间牛群受惊逃跑 这是牛道上高概率的事件 所以牛仔们白天骑行了十几个小时 精神高度集中的驱赶着牛队 夜间呢 又得不到充分的休息 每天都是精神紧绷 防范着牛群炸群逃窜 所以牛仔们长期疲劳过度 睡眠严重不足 主要的赶牛小道都穿越大部分 或者是整个大平原地区 地理状况非常的复杂 美国大平原呢 实际上是被草地覆盖的干很高原 内布拉斯加中部以南 被十九世纪的牧场主和牛仔 称为南部平原 北部呢 是北部平原 短草覆盖的南部平原 虽然地势比较平坦 但也有河流 峡谷和孤山 北部平原则是更加的起伏 经常有山脉 峡谷 中段连续的平原 直到美国内战之前 大平原还被称为美国的大荒漠 大平原上的每条赶牛小道 都有集特殊的南形路段 内战之后 头两年 赶牛队主要走的是西大利亚小道 这条呢 能使德克萨斯长脚牛 到达密苏里州的牛道 最难通过的是欧查克森林 习惯于在开阔放牧地行走的长脚牛 不愿意进入这个森林覆盖的丘陵地区 一旦进入之后 就到处乱窜 有的牛呢 就藏在林中 丢失 这条路不但树木多 山路也多 那么抵达市场的时候 牛往往掉了很多标 牧场主损失很大 赶牛队走的最多的是奇德姆小道 这条小道呢 被多条东西或者东南流向的河流阻断 在德克萨斯境内 有科罗拉多河 巴拉索斯河和雷德河 通过俄克拉河马的时候 有加拿大人河 北加拿大人河 进入堪萨斯之后 还要设过阿肯瑟河 才能抵达出售和中运牛群的牛阵 赶牛群渡过水流湍急的河流 是非常困难 而另外一条常用的小道 古德奈特洛文小道 则要经过一段96英里的 污水平原地区 所以必须触不停蹄 人不下马的 用至少30到40个小时 才能穿越 由此可见 各条赶牛小道 沿途的自然地理环境 极极复杂 那么大平原上 除了羚羊野兔野牛这些狮草动物之外 还有对牛仔和牛马造成极大伤害的狼 蛟狼熊等猛兽和毒蛇 在牛道沿途 有很多对牲畜造成很大危害的狼和蛟狼 所以赶牛队在夜宿的时候会点燃篝火 一方面呢 是为了在寒夜里取暖 另外一方面 也是为了威慑 企图袭击牛群的狼群 除了猛兽之外 毒蛇呢 也是牛仔们从牛道起点到终点 遇到了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 德克萨斯南部有咸尾蛇 德克萨斯北部和俄克拉赫马的咸尾蛇则更多 沿着克罗拉多河和布拉索斯河 还有很多水生毒蛇 每次牛道赶牛 都会有一位牛仔 讲述遭毒蛇咬的糟糕经理 而牛仔和他的马遭到毒蛇咬之后 几乎是没有药物可以医治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威胁就是野牛群 在1883年 大平原上的数百万头野牛 被屠杀殆尽之前 经常有大大小小的野牛群 南北奔袭 在野牛群活动的地区 有的时候野牛就会让牛队受到惊扰而炸群 一些牛就会被野牛群裹挟而去 牛仔们必须提防牛队 受到野牛群的冲击 在牛道上呢 牛仔们还经常遇到极其恶劣的天气 大平原虽然是干和少雨 但是春季赶牛的时候 却是南部平原的雨季 赶牛队从德克萨斯启程 一路北去 经常会遭遇到暴风雨 高温天气和暴风雪的袭击 春天呢 赶牛队从德克萨斯踏上牛道 牛马经常是在雨天 踩着泥泞的道路行走 然而最令牛仔们猝不及防的是 在春季多雨的德克萨斯南部 五月末还会遭到暴风雪的袭击 这种迅速变化的极端天气 对于牛队的行进非常的不利 在牛道上 突降的暴风雪和冰雹 会给赶牛队造成更大的损失 像1870年10月 一位牛仔就写道 他们的赶牛队抵达洛基山脉的时候 天气很好 但是当牛队翻越一座山的时候 突然遭遇到暴风雪 有25匹马被冻死 在山区买不到马 他们只好从矿工那里 买了八头美国骡子 但是骡子不能爬山 最终呢 他们好不容易从矿工那里 买了几匹马 又花费了十余天 找到丢失的三百头牛 这才继续上路 那么除了这众多的自然风险 赶牛队在牛道上 还经常遭遇到人为的凶险 这些呢 主要是指武装劫匪的劫掠 武装农场主的阻拦 以及和印尼安人原住民的冲突 1866年吹下两机 从德克萨斯赶往 堪萨斯和密苏里的 26万头牛 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不足半数 因为在这两个州的边界地区 有一伙全副武装的强盗 对赶牛队进行追踪和抢劫 这伙强盗呢 称赶牛人为入侵者 他们经常一起出动 包围一个赶牛队的宿营地 挑起势端 杀死赶牛人 再把牛群赶走 而在赶牛队北进的沿途 也经常会受到 拓荒农场主的阻截 因为德克萨斯 长鸟牛身上 带有引起发热的贬尸 被称之为德克萨斯热病 长鸟牛自身呢 具有免疫力 不会发病 但是他们可以把这种热病 传染给沿途农场 饲养牛 造成当地牛的死亡 如果越来越多的赶牛队 在沿途更大范围内 放牧长鸟牛 德克萨斯热病的威胁 也就会更大 拓荒农场主 促使一些州和领地政府 通过了更为严厉的检疫法 不准长鸟牛进入 那么随着大量拓荒农场主 挺进大平原定居 特别是带刺铁丝网 发明之后 他们在自己的农场 就筑起了围栏 阻断牛道 让牛队无法通过 还经常有15到20名 持枪的农场主 禁止赶牛队经过他们的农田附近 或者要求补偿损失 那么赶牛队在牛道沿途 还经常和大平原上的 印第安原住民发生冲突 当牛群蹚过雷德河 他们就抵达了 印第安人五个文明部落 保留地 俄克拉赫满了边界 那么牛群第一次打破了 五个部落与世隔绝的状态 因为印第安人他们的大部分财产 是草地和牛群 如果允许赶牛队 在他们的土地上 无限制的放牧 那就会对印第安人的利益 产生最大的伤害 大多数的赶牛队 都希望在青草茂上的土地上 多停留几日 结果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就导致了原住民各部落 联合起来抵制赶牛队 按照1834年印第安人法令的规定 他们有权把牛群赶出他们的土地 或者得到罚金 除了部落机构可能会收费之外 原住民也可以自己涉港收费 和处置这些费用 1867年12月 切禄机组委员会就规定 所有经过其地区的牛 每头必须交10每分 那么其他印第安部落纷纷效仿 这些措施呢 就迫使赶牛队 必须沿着规定的路线前进 任何偏离和无限期的逗留行为 都会被认为 是对印第安原住民部落的侵犯 那牧场主当然不愿意付补偿费 赶牛队或者和原住民周旋 趁他们防范不备的时候 穿越其领地 或者呢绕道而行 躲避盘查 随后所产生的 古德奈特洛文小道 就是从德克萨斯 潘汉德尔地区 到堪萨斯的 稻齐城的牛道 这就成为了赶牛队 最长走的路线之一 赶牛队呢 把沿途的原住民视为障碍 原住民呢 则是赶牛队 经过和在他们的领地放牧 作为入侵 双方经常发生武装冲突 因为赶牛队 装备了优良的现代武器 在冲突中 往往屡战上风 但是印第安原住民 誓死保卫自己家园的勇气 和精准的剑法 有时呢 也会让赶牛队严重受挫 1867年 大牧场主查尔斯 古德奈特 往科罗拉多赶牛的时候 他的赶牛队 就和印第安原住民 发生了冲突 当时一个牛仔 就死在了印第安人的 预见之下 同年七月末呢 阿里佛洛文 所率领的赶牛队 遭到了科曼七人的袭击 两个人受伤 洛文自己也负了重伤 不久之后 离开了人世 对牛仔们来说 把牛赶过急流汹涌 河水涨满的大河 是极极困难的 春季赶牛的时候 正是大平原南部的雨季 洛基山脉冰雪融化 过量的雨水和雪水 就注入河道 导致的一条条 在旱季 滴水位 甚至是干涸的河流 水流暴涨 漫过河地 那么习惯于 在开阔草地奔走的长脚牛 面对着急流 就是不肯下水 有的牛呢 被赶下水之后 他们不是游向对岸 而是往回游 为了赶牛过河 有的牛仔在河岸上 驱牛下水 有的牛仔呢 要骑马下水 引领着下水的领头牛 带领着牛群游向对岸 被赶到河里的牛 非常容易受惊 流水狂奔的巨响 上游冲下来的断树 或者是巨石 撞到牛身上 都会让牛受惊 乱作一团 有的时候呢 数百头牛 会被河中的漩涡困住 被卷得团团打转 不知道向前 引领牛群过河的牛仔 必须掉转码头 冒着生命危险 去打散漩涡 奋力的把牛群引向对岸 然而不幸的事件经常发生 一些年幼或者是体弱的牛 还没有等到牛仔的救助 就会被漩涡吞没 或者呢 被急流 卷到下游而丧生 雷德河是造成 人畜死亡最多的一条河 1871年 赶牛季节 雷德河 洪水泛滥成灾 有30只赶牛队的350名牛仔 和6万头牛 在河的南岸 被拦了一周多 无法过河 多数赶牛队被迫掉头 回撤了40英里 少数赶牛队冒险赶牛下河 结果牛群被激流冲得乱作一团 不但没有能够过河 而且有两名牛仔 被洪水吞没 除了雷德河之外 加拿大人河 和喜马龙河等河流 也夺走了一些牛仔 和不少牛马的生命 另外一个巨大的威胁 就是在天气酷热的时候 赶牛穿越无水地区 这是最可怕的经历 从南孔桥河上游 到佩克斯河 途经的斯泰克德平原 有100英里长的无水区 为了避免损失 赶牛队在通过这个无水地区的时候 经常是晚上赶路 白天休息 但这就会让牛仔们疲惫不堪 总而言之呢 牛仔的牛道上 比在牧场里 要更加的艰辛和危险 在牛道上 牛仔们的食足条件 要比牧场里更差 由于趋势工具车 要装载很多东西 刘伟装食材的地方非常有限 只能运载最简单的必需品 大部分食品呢 要靠在牛队途经的农场 或者城镇购买 所以在牛道上 牛仔们断粮是有发生 这主要是由于赶牛队在牛道上 会遭遇到各种预想不到的突发事件 厨师呢 就不能按照预定的计划 到经过的城镇 去购买补给品 再加上随着农牧矛盾的日益尖锐 沿途的农场主还会武装起来 阻止牛队经过他们定居的地区 这就使得赶牛队 更加难以从农场上买到食品 所以赶牛队使有食品用尽而断炊的情况 如果遇到突发事件 牛仔们会几十个小时 甚至是数天吃不上饭 在突降伴有雷电的暴风雨 或者是暴风雪的极端天气下 厨师根本就无法生活做饭 在发生牛榨群 或者是要渡过脊柔的大河的时候 牛仔们也是非常难得能够吃上饭 虽然牛仔们在牛道上的工资 比在牧场里会稍多一些 但和他们付出的辛劳 和成熟的奸血相比 仍然是心不敌劳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 我们下集再继续给大家讲